近日据台湾媒体某杂志报道称 王小飞所经营酒店营运不如预期 更说大S活在周转资金的庞大压力下 还指大S频繁进出诊所就医 10月11日王小飞发表声明 怒斥不许报道 表示公然造谣 毫无证据的诽谤 感到极其无语 并提告该杂志 大S也强调自己好的很 某杂志上开不时报道 也已涉及刑法第310条之诽谤罪 同法第313条 妨碍信用罪及谜法第184条的侵权行为等 尽情某杂志于3日内 向王小飞先生公开道歉 否则王小飞先生将寻法律程序 追究其法律责任 仅此向各界声明